谴责和制裁改变不了大陆打压香港民主运动的决心 以及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的人权迫害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在金融时报全球会议室的线上活动表示 虽然美国和盟友联合施压未必能让北京转向 但重要的是要让大陆知道凡事都有后果 对台湾不要误判 我觉得有点疯狂的事情 可能中国可能评论 是有点不幸之后后在香港 但他们失败了架三 我认为他们可能会写出错的决定 当他们认为其他事件 along the lines of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ith Taiwan 美日领袖峰会联合声明和G7外长公报 都罕见的写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坎贝尔指出日本无意挑衅大陆 但表明支持维持台海现状 坎贝尔认为大陆近期对台军事行动 是逐渐对台湾施压 美国要在公开声明 清楚表明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 私下对台湾提供保证 并且提醒台湾要有适当的国防策略 抵抗挑战 而美国也要维持在西太平洋的军力 贺阻挑衅 TVB新闻黄松普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